大家好,我是阿维 鬼灭之刃虽然已经完结了 但是也遗留了很多相关有趣的话题 值得让我们去探讨 鬼杀对有呼吸法,而鬼人有邪鬼术 每只鬼的邪鬼术都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今天要说的十二鬼月中的下弦之一 号称睡眠之鬼的眼梦 又有如此强大能力 为何还有那么多的扎操作呢 第一个扎操作就是主角已经很强大了 为何还不趁机掉走岩柱 自己亲自动手 眼梦的邪鬼术是能够强制对手进入睡眠并开始做梦 利用车票将血融入其中使得探知狼 一斗子等人入梦 而且是幸福的梦让人不愿意醒来 而且制作的梦境之神 可以进入别人梦境将其精神吃和捏碎 就可以让其成为废人 既然拥有这么好的东西 为何自己不亲自使用呢 其实原因有四 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梦境主人的自我意识很强 眼梦可能会与其产生共鸣 并反过来受其影响 比如里面的了废结核的男孩 就是受到了主角精神吃核的温暖光环影响 成为了温柔的人 二,贸然使用日人刀切断梦境之神会导致 非梦境主人永远无发心来 成为了任人摆弄的废人 所以就安排了有欲望的人类去操作这件事情了 三,目标对手鬼杀队太多人了 一个一个进入梦境去毁灭精神之和 毁灭也太危险了 而且有任何一个提前醒来都是威胁 四,杀意与鬼气可能让他们感知到 毕竟目标中有严重猎狱新兽狼 与嗅觉很厉害的探知狼的存在 这些原因导致了自己不能动手 但是如此明明知道或者可以预测有严重存在 为何不先把这个麻烦给解决了呢 一开始不再检查车票的时候 或者找其他机会将严重给引开呢 毕竟第一个醒来的人 对后面的人有一个不小的带动节奏 源自于眼门太自信了 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挑战尚嫌的欲望太高了 所以扎骚不断 第二个扎骚就是与火车融合为一体 还要告诉组绝融合一体的事情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何要与火车融合在一起呢 就是为了分之巴结车厢 火车上200多人加上可以让鬼杀被应接不暇吗 真的是人心互助车根相 最后还是暴露了热点头部紧追在车头 即使是在躯干上一画出无数眼睛 只要与之对视 就会陷入眼眸制造了梦境的防御招式 在不怕自杀的探知狼 与无法追踪猪头军视线面前就是扎招式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做连个逃跑的机会都没有 应该利用其可以构造虚体的方式 多做几个分身去迷惑就行了 不过还是难道反开发作 喜欢透露情报的设定 当然要告诉主角融合一体的事情 偷偷一个一个车厢解决不就行了 要是完美避开这些扎操作 就可以面团了 机身于上弦之位了 很可惜毕竟是下弦 于上弦实力与思想差距还是蛮大的 虽然眼眸的邪鬼术真的很不一般 但它是鬼 所以注定被灭 感慨一代睡眠之鬼就此遇落 也算是死得其所吧 谢谢大家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有你们的支持